菜市场现在不只是婆婆妈妈买菜的地方 经济部从2010推行了优良市级认证 根据环境卫生还有经营的特色评分之后 就模仿饭店概念 要给予1到4颗星的等级 选出全台总共30家的优质菜市场 其中呢像是市东市场还有南门市场都名列4颗星 龙小牌被烤得紫紫作响 让人看得好水平 搞到生意片就算淋湛的吃 台北的人潮也少过 这可是台北市市东市场的头招牌 还有这摊手工元宵 不用等到元宵节也是大牌成龙 至于这颗鲍鱼水饺 同样是市东市场的大特色 很干净 擦在哪边 擦在的时候没有异味 像一般市场的话都有那种肉腥味 这边好像没有那种肉腥味 夏天很多人会去里面吹冷气 气味呢 没有味道 非常干净 就是因为环境卫生 连经营都有特色 让市东市场深受天母商圈民众喜爱 还被经济部评选为四星级优良市场 这家口味道地的胡州众 也让南门市场挤身四星市场 除了南门和市东市场之外 全台湾中立新国市场和台南保安市场 也都获得四星级的肯定 优质市场遍及全台 有了官方认证背书 业者此下透露 至少增加两成来客数 营业额也倍增15% 传统市场拼转型干净有特色 就能成功带来清朝 中天新闻正宗 新年台北采访报道